觀眾朋友好 歡迎收看中國禁聞 中共繞過香港立法會強推《港版國安法》 引發香港民眾的憤怒 5月24號成千上萬的港人上街 參加名為《反惡法》的大遊行 據香港媒體報導 當天上午開始 警方就在銅鑼灣附近巡邏搜查 大批的民眾和記者則在中午12點鐘左右 開始在銅鑼灣聚集 下午1點左右 人們分別以銅鑼灣、銅光百貨 及灣仔修盾球場為起點 開始遊行 人們守持各式標語 並高喊 光復香港時代革命 香港獨立 唯一出路 天滅中共等口號 遊行隊伍抵達終點中聯辦後 一些民眾還把標語貼在中聯辦的外牆上 香港當局派出大批防暴警察 強力攔查民眾與車輛 並以水炮車和催淚瓦斯驅散人群 警民衝突場面再次出現 截至到晚間9點 警方至少抓捕了180人 中共強推《港版國安法》 也引發國際社會的強烈反應 全球23個國家的200多位資深外交政策制定者 和政界人士發起聯署 譴責中共違反《中英聯合聲明》 破壞香港一國兩制 聯署聲明由前香港總督彭定康勳決 和英國前外長李福金德發起 聲明中對北京在香港單方面 引入國家安全立法 表示嚴重的關切 指出這是對香港自治權、法治和基本自由的全面打擊 使香港一國兩制面臨著嚴重的危機 聲明呼籲更多的政府團結起來 反對中共共同維護香港的自由穩定 據報導 由於對香港未來的關注 超越了政治意識形態和地理邊界 這個聯合聲明匯集了來自北美、歐洲、南亞和澳洲的支持香港自由 人士的聲音 其中包括前首相、外長、知名法律與人權專家、外交家、國會議員等 好 觀眾朋友 接下來讓我們關注這一期的時事禁聞